《初埃及记》第30章 你要做一座烧香的檀 你要用造甲木做这座檀 檀要四方的 长45公分 宽45公分 高90公分 檀的四角要与檀接连在一起 你要用纯金把檀包裹 檀顶、檀的四边和檀的四角都要包裹 你要给檀的四围做金崖边 在檀的两旁金崖边以下 你要做两个金环 两边都有 用来穿木杠的地方 以便抬檀 你要用造甲木做木杠 要用金把它们包裹 你要把檀放在法柜前面的漫木前 面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 就是我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要在檀上烧香料做得香 每天早晨整理灯的时候 要烧这香 傍晚亚伦点灯的时候 也要烧这香 在耶和华面前 做你们世世代代不断的香 在这檀上 你们不可献上凡香 凡记、素记 也不可在这檀上浇电记 亚伦每年一次 要在檀的四角上行赎罪礼 每一次 他都要用赎罪祭生的血 在檀上行赎罪礼 你们世世代代都要这样行 这檀要归耶和华为至圣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照着以色列人 被赎点的树木登记人数 你赎点的时候 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性命 把赎价归给耶和华 免得你赎点的时候 他们中间有灾病 以下就是他们当缴纳的 凡是属于那些被赎点的人的 每人要照着圣索的标准 献银子六克 这六克银子 是归给耶和华的礼物 这重量是圣索用的标准重量 凡是属于那些被赎点的人 自二十岁以上的 要把礼物献给耶和华 富有的人不可多出 贫穷的也不可少出 个人要那六克银子 做礼物献给耶和华 好为你们的性命做赎价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取这赎银 指定做会幕侍奉的使用 好使他在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做个纪念 也赎回你们的性命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做一个铜盆和一个铜座 用来洗灼 你要把盆放在会幕和祭坛之间 并且要把水放在盆中 亚伦和他的儿子 要在盆里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的时候 或是走进祭坛敬拜 给耶和华焚烧火祭的时候 都要用水洗灼免得死亡 他们要洗手洗脚免得死亡 这要做他们永远的定力 就是做亚伦和他的后裔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取最上等的香料 就是流值的墨药六公升 香玉柜是墨药的一半 就是三公斤 香畅谱三公斤 玉柜皮六公斤 都要按着圣索的标准重量 有橄榄油四公斤 你要把这些材料制成圣膏油 就是照着香膏配置师的方法 配置成的香膏 是要作为圣膏油的 你要用这膏油 抹绘木和法柜 桌子和桌子的所有器具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 以及香坛 樊祭坛和坛上的所有器具 盆和盆座 你要使他们成圣 使他们成为至圣 凡是触着他们的 都要成圣 你也要高抹亚伦和他的儿子 好使他们成圣 做我的祭司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 你们世世代代要把这油 归我为圣膏油 不可倒在常人的身上 也不可照着这配置的分量 置相似的膏油 这膏油是圣的 你们也要以它为圣 无论谁配置相似的膏油 或把这膏油抹在外人的身上 这人就一定要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取分方的香料 就是苏和香 香定 白松香 这分方的香料和纯净的乳香 各样都要分量相等 你要照着香膏配置师的方法 用这些加上盐调和 制成香 是清净圣洁的 你要取一部分香 把它严成碎末 放在会墓里法柜前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所制的香 你们不可按着它的分量 为自己配置 你要以这香为圣 归给耶和华 无论谁制香和这香相似 为要闻香的味道的 这人就一定要从他的族人中 被剪除 这种类有意味道的 然后你所制作为 这种单身的 股东北 Ho